瑞芳南亚南新宫三府王爷建庙200多年来 将在明天上午首度举行王爷传海巡绕境活动 信众引颈期盼 南新宫是自基隆和平岛社林庙所分离的三府王爷庙 主是姓温、林、傅三个姓氏的三府王爷 与福隆东新宫为兄弟庙 是南亚里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后来是我们这里光细十年 我们这里的人去那边去挂香过来 挂香过来,福西14年了 光细24年这里建庙 以前的庙是水龙庙 以前以前的庙是水龙庙 后来20万以前还繁星 改为南新宫 因为这一次比较特别 原本都是在那个路上就是绕境祈福 今年比较特别 加上那个延伸到海上 这些都是王爷的主意 这个时段就是它促开 我们今天礼拜六 就是这个王船祭 首航王船祭 当地里长表示 今年王船海上起伏绕境将会有16艘船出航 从南亚渔港出发 沿途经由鼻头 联心联洞 海滨 瑞滨 深澳共7里 共有200多人见证王船绕境的盛事 我们这个华丹 我们这个华丹 在19号台式 我们南亚港出发 延伸到那个鼻头 就是鼻头脚 跨到鼻头脚延伸到 联心里 联洞里 瑞滨 海滨 深澳 我们也都有联合到那个联系 各个里的里长 他们都会到那个 就港区 港边澳 来名泡 来欢迎 现在这个王爷 现在这个建廟 差不多有200年的历史 现在这个孔岐和大家 有200年的历史 只有200年前 200年前的神机 就是说那一堆王爷 当年感的当迁省 像我们这里证明 孔宫如果在公园 去极楼 孔宫好像比较不高 听到的 孔宫都会来出发 有一遍就是 孔宫我们这里 孔宫像这个新党 孔宫来出 孔宫大家都争的新党 都买不出来 南兴宫主委表示 盛大的王传记 将在明天登场 另外下周三 南兴宫也会举办 热闹的庙会活动 欢迎各方信徒 踊跃 拱向盛举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孔宫 感谢观看